怎麼渣 說一下 怎麼渣 懂不懂 怎麼渣 不囉唆 跟著節奏聽點懂 做介紹不用太多 這就是我 我只說怎麼渣 怎麼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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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怎麼渣 喂 哈囉 怎麼渣 喂 雞鷲鳳貓 我們這邊是Kiss Radio 我智堅啦 哈囉 智堅哥 還有一個好朋友在節目當中 怎麼渣 怎麼渣 喔 拍微博啦 現在喔 就是正好是 潘偉博也在推薦你的這一次的作品 就叫《衛星》 那事實上其實 我在你專輯訪問完之後 那時候也知道說你接下來就要製作潘偉博這張專輯 你自己怎麼看潘偉博 你從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我認識他 大概多久 2005吧 2005年 應該4年了 對 4年了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 其實就是要 就是要跟他一起工作做他的專輯 然後那時候很好笑 我在那個環球的這個會議室裡面 然後等他進來 然後一進來 怎麼這麼胖啊 哈哈哈哈 欸 你講這個時候 你不能因為你瘦 就這樣欺負我們這些胖的人 沒有沒有 他現在也很瘦 因為他在電視上看起來 其實都沒有那麼胖 可是本人呢 那時候就比較胖一點點 所以剛看到他就有點嚇到 這樣 這個人怎麼這麼嚇啊 所以現在不欺負我這樣 感謝吉他這樣 你跟潘偉博這樣一直合作 包含 其實我們前一段在聊 就是他過去 我們都定義他是比較偏偶像歌手 可是到現在能夠創作 製作 然後還有這一群好朋友你們在音樂上一起玩 你自己看著他這樣子 你覺得會有什麼想要表達的嗎? 我自己會覺得他也有很多我自己要學習的地方 譬如說除了表演那些不用說 那在音樂上面我會覺得 譬如說他看不懂譜 他也不需要說要去記譜這些東西 可是就因為這樣子他很多事情記得比我還清楚 譬如說有時候錄音錄一錄啊 然後我就說欸好錄完了 他就說欸沒有沒有前面那邊還有 哪個地方還有一句還沒錄到 可是我可能我可能是自己已經忘記了 可是還是我記錄下來 可是我可能覺得有寫下來就不需要繼續去看了 然後就是尾伯他就是他也沒有記 可是他就全部東西都記在腦袋裡面 有時候來我家的時候他也會就是 欸我跟你我哼一下我哼一下這首歌給你聽 就是他可能他自己已經腦袋裡面寫好的一首歌 他就這樣哼給我聽這樣我就覺得很厲害 我可不可以問兩位喔 你們一起合作這個Pan & Sony 我發現喔就是包含紀嘉松也是啊 有音樂才華長得又帥潘偉博也是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子才能加入你們這個團隊呢 沒有啊 我叫我只要你找到超寵也可以啊 不是啊沒有啊 你也可以超帥不會音樂也可以啊 我們就幫你打造就對了 OK 沒有 我們的團隊其實很簡單的一道就是 你只要愛音樂 愛音樂最重要了 就可以因為我不會音樂 然後其實就是我就是熱愛音樂 然後也有今天可以 我小時候沒覺得我會創作 沒有想到未來會創作 但是像跟我們跟Jeremy這樣子混啊 跟我們公司的小小事這樣混 每天這樣玩 因為玩玩玩玩就玩出心得來了 然後就是去做 所以我覺得跟我們工作很 還蠻輕鬆的啦 我每天在吃便當啊 因為節目 我每天在吃東西 好啦我們節目呢要謝謝呢 雞加松介紹我們的Call 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Jeremy 放你的歌哦 衛星哦 OK OKOK 謝謝啊